根據環保署的數字 香港每日棄置在堆填區的塑膠廢料 數量高達2,000多公噸 就等同400隻非洲象的重量 政府近年推動減數運動 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源頭減費 改變大眾的生活習慣 Let's & Go 樂力高的產品設計特色 就是以植膠作為主要物料 環保就是由減少一次性植器開始 Let's & Go 的產品樂力高 我們大部份的產品都是用植膠用來生產物料 因為植膠是地殼的天然之餘 是龜石 是完全安全、無毒 有硬性、很高、防敏感 傳統植膠是用來做醫學用品 和嬰兒用品 Let's & Go 樂力高自設廠房 由設計、研發到生產 甚至物料損購到檢測 都是自家一條龍製作 當眾每一項細節都貫徹品牌對環保的堅持 我們所設計的產品都是圍繞著 今天社區社會每一天很多積器 譬如食物盒、水杯、水樽和膠袋 是本著3R的使命 是reduce、reuse和recycle 我們希望社區可以鼓勵多重溶 和減少一次性積器 我們是貫徹環保生活每一天的使命和理念 Let's & Go 樂力高多年來都獲得多個獎項 肯定了他們對環保的貢獻 環保就是Let's & Go 的品牌使命 他們透過全方位和不同跨產業的合作 包括政府機構、學術團體、企業客戶 甚至社會企業 為社會企業創造共享價值 我們與不同的餐入業持份者 一起推動重溶的文化 現在我們更加推動食物盒和飲館 尤其是我們的食物盒可以鼓勵 他們將食物食證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我們的食物盒裡拿走 又或者自己自行帶他們的飲館 在餐廳裡重溶 這是跟我們的夥伴拍檔 推行環保的一大步進步 Let's & Go 樂力高每年會推出十幾款新產品 他們全線產品的包裝也進行大革新 進一步履行品牌的環保責任和使命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其實客人選購產品的時候 需要知道除了我們的使命之外 他們的外觀、顏色和內容度 所以我們未來都會希望針對這三個目標 作為設計的藍圖 2020年開始 我們會連包裝都會全新再設計過 我們選用的物料 將會全部都是FSC紙 這個紙是環保的紙 任何使用塑膠一次性織器的所有物料 我們都會減少 希望真的貫徹由生產到包裝物料 所有都是符合環保國際的標準 目前Let's & Go 樂力高的業務足跡 已經在大中華以外伸延到東盟市場 其中2019年已經在新加坡開設分公司 展望未來 公司希望將環保生活每一天這個品牌文化 帶到全亞洲以及東盟市場 我們志在在短期內 將整個零售市場 餐飲業市場 以至到我們說的環保禮品市場 都將會打開 接下來我們會和不同的酒店和餐廳 一起推廣這個叫減少一次性織器 我們很有信心 成高樂力高 會在未來短時間內 可以將我們的信念 帶到整個亞洲區和東盟 記者會提供 請問一下